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 是2022年1月5日 今天是我們 本台的新一章 因為我們會正式在星期二新聞集團 廣播 暫時會成為我們的主頻道 希望大家留意 由於這個頻道 初初上片時有限制 每天只可以上10條片 所以 除了我的節目 和Johnny的節目 會在這裏上之外 其他的節目 或是突發 因為如果超過10節的話 限制 我們其他的節目 例如早晨賽經 賽馬 娛樂 以及早午新聞 以及英國的新聞 都會暫時放在星期二得道主頻道 廣播 但是當這裏的禁令一旦就解禁了 限制減少 即是沒有限制我們發片 我們全部 就會移私到這裏 因為始終大家知道 主頻道 被黃標得很厲害 我們最高紀錄一天有十七節 十六節黃標 我相信這個紀錄沒有人能夠破 因為 應該沒有人可以一天出二十條片 我們可以 所以 所以 出片多 就自然黃標多了 一天有十六條片 大家想一下 由十七號打壓到今天 我們是過百條片黃標的啦 這個真是慘 我想也是史無前來的 一個星期或十天有過百條黃標的頻道 只有我們 這節我們想跟大家說一下 大陸對於 那些明星 的打壓越來越大 而且力度 可以說是 全方位 零容忍 全覆蓋 不讓他們 賺錢 這個就是 中央七個部位 聯合法 禁止一些明星 代言金融產品 這個其實在大陸來說 我覺得 其實做得遲了 是有必要的 因為 大陸人 其實真的很相信一些公眾人物 可能由於他們 一出生就被洗腦的關係 今天我們也探討過 我們跟朋友探討過 那個可能也不可以叫洗腦 原因就是 他一出生就是那樣東西來的 他的認知 他的世界就是覺得中國共產黨是正確的 他說的是真相 他不明白甚麼是洗腦 因為他的腦沒有洗到 他一出生就是紅色的腦 沒有洗過的 現在反過來 我們要幫他洗乾淨 我們在這節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新聞集團 月費贊助 當然 大家第一時間要加入我們Patreon 現在我們 我們以邊 在這個新頻道廣播 如果廣告收入 可以cover到我們的支出 我們就不用求救的 因為以往大家都知道 我們如果只有兩個人 容易搞的 但是到了現在發展到20個 我們的全球僱員到20個的話 那個 財政壓力就比較大了 我們兩個吃草 其他人也要吃飯 我們繼續跟大家說說 禁止明星代言金融產品的消息 很多金融集團或金融公司 為了打開市場 通常都會 一紮千金地請明星來代言 很多投資者 其實主要是因為相信明星的口碑 而入手 但是 往往就遭遇這些金融產品 爆煲 損失慘重 明星代言人也陷入輿論風波 所以 中國人民銀行 網信辦 等七個中央的部位 近期發表聯合聲明 其實也是一個徵求意見稿 實際上是一個禁令 這個徵求意見稿的名字 金融產品網絡營銷管理辦法 禁止演藝明星 代言金融產品 並強調金融產品直播人員 要具備相關金融從業員的 支力 沈大師沒有問題 他可以的 因為他是RO 有牌子 不過每天出來勾說用術數 這樣就犯法了 這個可能要抹擇器官 2015年 至到現在 至少有30個明星 或以上的明星 以首席體驗觀 形象代言人 或入股的方式宣傳一些金融產品 例如國際鋼琴家的朗朗 曾經代言88財富網 演員張鐵琳 在紀曉林裏面做乾隆的張鐵琳 他代言的要欽期資產 范冰冰 大家都知道是誰了 他代言的紫馬財行 黃曉明代言東紅橋 另外一個著名的主持人汪涵 代言愛前進 錢就是錢 導致投資者眼花撩亂 投資者 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這些明星 覺得這些可靠 原因 在外國不會有這樣的東西 當然也可能會有的 華人世界或者亞洲 通常特別容易信 明星 覺得明星沒問題 他也能買 我也不怕買 其實這個是錯的 大家知道 例如香港有個名人 陳阿聰 他每天告訴大家 贏錢 實際上他每次買15隻 他輸錢絕對比贏錢 不過 他贏一次就唱到通街都知道 差不多去月球廣播 但是 他從來都沒有跟大家說 輸100場 贏一場 基本上 是不夠的 當然 很多人就以為他真的贏 所以就會相信他們 很多明星 其實也是 受害者來的 我們之前跟大家揭露那個 比華麗山老千 那個長毛老千 一看造影就知道賊來吧 我都不明白為甚麼會有明星信他 原因是他擺一個模子 擺得漂亮 在租兩間屋打通他 做得很漂亮 然後就請明星來吃東西 然後又說搞直播 然後又說做慈善 又說要搞自己成立那些 什麼的 什麼的 扶輪會 比華麗山扶輪會就是他搞的 變了 搭了一個雞瓶 很多人相信他是一個有錢人 開始 就把錢投資給他 社會上有很多這類的騙局 我們 亦都不為餘力去踢爆這些騙局給大家聽 盡量希望大家 是可以 不受騙的 因為 始終 錢真的很難賺 尤其是這兩年 大家都明白 這兩年 這麼大的浪蓋過來 很多公司倒閉 我身邊很多朋友都破產 在大陸做生意的 沒有了錢 或是燒都燒乾 開廠的朋友 在上面有多慘 做開廠 做各行各業都沒得做 在香港有很多朋友做生意 開餐廳 做實業 全部 都頂得很辛苦 所以 真的要很小心 不要被人騙錢 去年 他說 去年7月 互聯網金融平台 愛前進的產品 沒辦法 兌現 涉及32萬投資者被騙過百億人民幣 投資者血本無歸 之後公司被立案調查 這件事也把愛前進的代言人 湖南衛視知名主持人汪咸 捲入輿論風暴 很多網友衝進汪咸的微博評論區 向他喊話要他還錢 甚至乎 把汪咸 被吹債 頂上熱手 很多投資者 也有拉橫要求汪咸退還代言費 所以很危險 那些金融理財公司幾乎九成九都是騙錢的 尤其之前P2P全部騙錢的 誰代言誰死 剛才所讀的一群陰旗資產88財富網東洪橋 指馬財行 愛前進 全部都是屬於這類東西 怎會有得找數呢 所以他們全部出事 大陸人就是這樣 你出來 他就覺得你是甚麼非 你是擔保的 你是拍胸口的 當初李鵬的兒子 搞了新國大期貨 有段時間 新國大期貨爆煲幾十億 當時是十幾年前 2002、2003年 爆煲 那些人都在中南海抗議叫李鵬還錢 那些人當然是被人拘捕 被人打 叫李鵬還錢 你給多點錢 李鵬就差不多了 所以 這次 經過這 一連串的爆煲 所以 中共是要這樣做的 其實一早就要這樣做 還有不單止對於金融產品 很多的藥 健身保健產品 全部都騙人的 也是找一些明星出來賣廣告 叫你去買 全部都是找笨的 中國人民銀行網信品等七個部位 近日發表聯合發佈 金融產品網絡營銷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 不讓金融機構 利用一個學術機構 行業協會 專業人員的名義 或是形象 作推薦 證明 也不可以利用演藝明星的名義或是形象推薦 意見還提及 透過直播 自媒體帳號 網絡群組等網絡管道營銷金融產品 營銷人員需要是金融機構的從業人員以後排 並且具備相關的金融從業之力 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為非法 佔股佔基金 虛擬貨幣交易等提供網絡營銷服務 中國銀保監早前曾經發布關於警惕明星代言金融產品的風險的提示 其中提到五類模式 P2P 點對點式的網絡借貸平台 代言涉嫌非法集資產品 為網絡金融平台代言 為金融產品或平台站台 為銀行保險機構某類產品或整體品牌代言 其實幫銀行也不行 所以 其實大陸的監管有些東西是必須的 有些真的太過分 使得 很多不法分子 專門利用名人 的效應 甚至乎有些是假的 那個名人本身沒有代言 偷了照片 甚至乎不是偷了 直接貼了照片 說他是代言 很多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所以 看大陸的東西真的要小心 而政府 當然 因為他因應大陸人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他們管得越來越嚴 這個國家 真的越來越生日密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